一個法國人看到 我專輩這樣 可能認為我是從 重症病房出來的 立體口罩 護目鏡 外套照頭 在法國 台灣人全副武裝 出門慢跑 直擊 法國人仍然很悠哉 很多都是提借購物 要去買菜 臉明妞 上街的人變少了 但沒變的 是不戴口罩的人 仍然很多 甚至 這邊顯然很多法國人 都是沒有戴口罩的 對 然後有些法國人 他把口罩戴到額頭上面 那幹嘛戴口罩 不太理解 但看向街頭 只要是亞洲聯口的民眾 連慢跑也口罩戴緊緊 不戴口罩的民私 讓法國確診人數 來到五萬多里 今天沒有開門 當然沒有開門 因為沒有遊客 民生景點 拿破崙林寢 艾菲爾鐵塔 都只有當地人來透氣 但想趴趴躁 要有這張紙 那外出理由 想我今天還是要去運動 我就可以運動 還有你要出去買菜 或者是你要遛狗 限制出門一趟一小時 運動範圍 住家一公里以內 錶單要隨身攜帶 違規警方開罰 一人135歐元 大約4500元台幣 累販1500歐元 罰到5萬台幣 但封城延長到4月15號 民眾再出門吞糧 這個是賣肉的 也是排隊排得很慘 都是芬蘭市排隊 政府宣導人具 保持一公尺 遵守政府規定 但疫情升溫不見盡頭 法國人 母湯鐵鐵再不戴口罩 恐怕會讓防疫工作 慘遭滑鐵奴 記者留學位 王英竹採訪報導 馬消豁 佳